《狩獵在起》 《怪物獵人荒野》確定發售日期 各位獵人,準備好了嗎? Capcom終於公布了萬眾期待的《怪物獵人荒野》的發售日期 這款遊戲將帶來全新的狩獵體驗 讓玩家們沉浸在一個充滿未知和挑戰的世界中 在你們的日曆上記下,2025年2月28日 屆時狩獵將在PlayStation 5、Xbox Series XS和Steam平台上拉開帷幕 粉絲們熱切期待著這款備受喜愛的《怪物獵人》系列的下一部作品 《激動之情》 異語言表 這一次,Capcom承諾將打造一個充滿刺激的全新冒險 背景設定在一個廣闊而狂野的世界 新的怪物、角色和遊戲機制等待著玩家去探索 準備好迎接強大的敵人 並在荒野中創造難忘的回憶吧 期待值已達巔峰 這一部作品有望成為該系列的題目之作 準備好磨砺你們的刀刃 集結你們的狩獵隊伍吧 這次的冒險不僅僅是狩獵 還將帶來更多的合作和策略元素 玩家們將能夠在一個動態變化的環境中 與朋友們一起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讓我們一起期待這場史詩般的狩獵之旅吧 怪物獵人荒野將玩家帶到一個 充滿生機勃勃的新大陸 準備好被茂密的森林 險峻的山脈和炎熱的沙漠所吸引吧 Capcom在打造這個引人入勝 適合探索的廣闊世界方面 已經超越了自我 但充滿個性的不僅僅是環境 遊戲還引入了一系列有趣的新NPC 這些角色將在你們的旅程中 提供指引和幫助 提供寶貴的見解和服務 從經驗豐富的獵人到古怪的商人 每個NPC都為這個世界增添了深度和魅力 開發者們竭盡全力打造了一個 栩栩如生的生態系統 地圖的每個角落都有秘密需要你去發現 有資源需要你去收集 無論你喜歡在茂密的灌木丛中追蹤獵物 還是喜歡進行驚險的空中戰鬥 怪物獵人荒野都能為你提供真正 身靈其境的狩獵體驗 準備好沉浸在這個全新世界的狂野之美中吧 冒險在每個角落等待著你 而創造屬於你自己的傳奇 則取決於你自己 這個世界不僅僅是一個狩獵場 它是一個充滿故事和歷史的地方 你會遇到古老的遺跡 發現隱藏的寶藏 甚至解開一些神秘的謎團 每一次探險都可能帶來新的發現和挑戰 你會發現自己不僅僅是在狩獵怪物 而是在探索一個充滿生命和活力的世界 這個世界的每一個細節都經過精心設計 從微小的昆蟲到巨大的怪物 每一個生物都有其獨特的行為和習性 你需要學習如何與這些生物互動 利用他們的弱點來取得勝利 這個世界是如此的廣闊和多樣化 你永遠不會感到無聊 準備好迎接個充滿驚喜和挑戰的世界吧 你的冒險還剛剛開始 沒有哪款怪物獵人遊戲會缺少可怕的新怪物 怪物獵人荒野引入了兩種強大的旗艦怪物 鎖刃龍和御風龍 鎖刃龍的外形令人嘆為觀止 它擁有閃閃發光的金屬外皮和鋒利的翅膀 這種可怕的掠食者潛伏在這片土地上散落的古代遺跡中 它的攻擊迅猛而致命 需要獵人們全力以赴 鎖刃龍不僅僅是力量的象征 它的智慧和狡猾 也讓它成為一個難以對付的對手 獵人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利用環境和策略來戰勝它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御風龍 這是一種統治著天空的雄偉生物 當它毫不非力地在雲層之上翱翔時 它那彩虹色的零片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但不要被它的美麗所迷惑 That 御風龍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它操控風的能力 使它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對手 御風龍的速度和靈活性 使得它在戰鬥中難以捉摸 獵人們需要快速反應和精準的攻擊 來應對它的威脅 這些只是怪物獵人荒野中 等待玩家的全新挑戰的冰山一角 準備好面對各種各樣的生物吧 每一種生物都有其獨特的技能和弱點 從巨大的陸地怪物到神秘的水下生物 每一次狩獵都是一次全新的冒險 玩家們需要不斷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裝備 才能在這個充滿危險和機遇的世界中生存下來 CAPCOM為獵人們提供了多種體驗 怪物獵人荒野的方式 共有三個版本可供購買 標準版、豪華版和高級豪華版 標準版包含遊戲本體 玩家可以體驗到怪物獵人荒野的完整內容 但是對於那些希望提升狩獵體驗的玩家來說 豪華版和高級豪華版提供了一系列誘人的獎勵內容 預購任何版本的玩家都將獲得獨家遊戲內物品 這些獎勵將幫助你在旅程開始時搶戰先機 讓你從人群中脫穎而出 無論你是經驗豐富的獵人還是該系列的新手 總有一款怪物獵人荒野版本適合你 CAPCOM並沒有忘記忠實的粉絲 擁有之前怪物獵人系列遊戲 如怪物獵人世界和怪物獵人世界冰獄的玩家 將在怪物獵人荒野中獲得獨家獎勵內容 這包括獨特的盔甲套裝、武器設計和其他裝飾性物品 以彰顯你的老玩家身份 這是CAPCOM對你加入他們這段不可思議旅程的一點小小感謝 這一舉動受到了玩家群體的好評 體現了CAPCOM對回饋忠實玩家的承諾 怪物獵人荒野標準版售價 如果要獲得終極怪物獵人荒野體驗的玩家 可以選擇高級豪華版 售價99.99美元 這個版本包含豪華版的所有內容 以及額外的裝飾性物品、數字畫冊和遊戲原生音樂 無論你的預算是多少 總有一款《怪物獵人荒野》版本適合你 《怪物獵人荒野》的公布 在遊戲社區引起了軒然大波 社交媒體平台上充斥著關於這款遊戲的討論 同仁作品以及對遊戲發售的熱切期待 然而在興奮之餘也有一些爭議 其中一個爭議點是遊戲中缺少中文配音 雖然《怪物獵人荒野》將提供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語言字幕 但缺少專門的中文配音還是引發了玩家們的爭論 一些人認為這位中文玩家設置了障礙 限制了他們完全沉浸在遊戲世界中的能力 另一些人則認為字幕已經足夠 加入中文配音會大大增加開發成本 並可能導致遊戲延期發售 這個問題凸顯了開發者在迎合全球玩家方面所面臨的挑戰 Capcom將如何在遊戲發售前解決這些問題 還有待觀察 儘管存在爭議 《怪物獵人荒野》的未來依然光明 Capcom在遊戲發售後通過免費更新 新內容和挑戰性活動來支持其遊戲的做法有目共睹 可以肯定的是 《怪物獵人荒野》也將得到同等的關注和支持 在遊戲發售後的幾個月甚至幾年內 玩家們可以期待新的怪物 任務、裝備和挑戰 狩獵還遠未結束 準備好迎接一場狂野之旅吧 《怪物獵人荒野》的刀計時已經正式開始 預購現已開啟 玩家們有機會場先預定遊戲 並獲得獨家獎勵內容 不要錯過成為首批體驗 《怪物獵人傳奇新篇章》的機會 加入狩獵 準備迎接一場難忘的冒險吧 隨著《怪物獵人荒野》發售日期的臨近 請繼續關注更多更新和信息 狩獵 等你來戰